台铁光复站长宿舍活化了日式建筑 以原住民独物作为缓缓书店的经营核心 负责人刘宇仙表示说 作为提供在地小农产业展示 青年人才交流的共享平台 南来北往的列车交汇停靠在光复站 旅人乘客攘往昔来 一旁站长宿舍日据时代的建筑风格不仅吸引目光 里头书香咖啡香弥漫 更吸引文人烧客巴萨冷恩驻驻喘口气 其实就是一个不知不觉的过程 因为我们原本在这边是像青年基地 然后大家一起使用这个空间 然后就会觉得这个空间真的很棒又很舒服 那我们因为去年出版了一本阿美语绘本 寻山 然后因为在过程里面收集了很多原住民的绘本 然后也认识了很多很棒的原住民的出版品 就想说那就可以把这些东西放在这里 然后开放让大家一起来认识这些很棒的出版品 其实早在两年多前 这栋站长宿舍就是光复乡在地返乡青年聚集交流 部落工艺教师进行研习活动 以及小型艺文展览的空间 久而久之也就成了原住民独物 在地文史书籍的展场 现在正式成为光复乡唯一以原住民书籍为族的书店 刘雨仙与在地青年跟乐于一大众分享 光复这边比较少亲子的空间 然后部落有很多的工艺师 有很棒的工艺品 然后想说那这里就干脆变成是书店 然后大家来可以吃点点心 然后喝下午茶 然后就是一个很舒服放松 然后看书的空间 在前任屋主细心整修管养下 原本残破不堪的站长宿舍建筑恢复原貌 刘雨仙与光复乡在地返乡青年 接管后也逐步整理维护 今年农历新春年初四正式开幕成为巴萨兰安缓缓书店 那我们这边开放的时间 未来会是三四五六 然后修日一二 对,那如果是平常上班的时间就是 就是十二点到晚上八点 对,那如果是放假的话就会比较早开 就是上午十点到傍晚的六点 日据时期搭建的站长宿舍为全台少数在大镇年间 所搭建完成的建筑 建筑工法与风格也都十分独特 现在重新活化成为了巴萨兰安缓缓书店 刘宇仙表示,在书店的角色之外 也作为提供在地小农产业展售 青年人才交流共享的平台 记者使用欲蓝光复采访报道